大家好,我是Barry,我行,你也行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下热门话题,5G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,电信公司开始陆续推出来 5G新的优惠方案 可能大家在想,5G除了速度变快还有什么 我也不是天天带着ALRV 事实上5G真正影响未来的最大领域是在很多企业商用领域 包括像企业专网、智慧工厂、智慧医疗、自驾车等等 这些过去我们很难想象实现的这些场景 未来都会透过5G来实现 大家可能也不知道,5G在过去的五六年 是运用大量的科技、IT的云端技术来改造整个通讯业的品质跟结构 那这也是为什么V&W在过去五六年投入了很多在5G、NV、AH、SD-1等等 很多相关的技术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推动5G 让我们热情的拥抱5G的未来 晴南周记,下次见 很唯一 好